印尼这是要翻脸不认人了吗? 在中国的帮助下,印尼终于拥有了第一条属于自己的高铁,同时也是东南亚首条高铁。 可在雅湾高铁即将通车之际,印尼却传出消息,暂缓建设雅湾高铁的延伸段,并且将会考虑给其他国家建设。 雅湾高铁连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万龙,由中国承担设计和施工工作。 它是中国第一条全系统,全要素以及全产业链的海外高速铁路,全长142公里,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。 其实,印尼早在2008年就有建设雅湾高铁的想法,并寻求国际合作。 当时最有优势的是日本,日本是世界上首个建设高速铁路的国家,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建设经验。 为了拿下这个项目,日本给印度总统详细地介绍新干线技术,并且提出14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。 还在几年间陆续提交了多个雅湾高铁的建设方案。 不管是从技术底蕴还是优惠条件来看,日本都胜券在握,日本也以为自己十拿九稳。 结果在2014年,印尼政府领导班子换届后,因预算过高,直接搁置了雅湾高铁建设项目。 2015年,新上任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重启雅湾高铁项目的建设,和前几年不同的是,这一次中国参与招标。 与2008年相比,中国基建狂魔的名号已经打响,基建能力极强,有完善的工业体系,并且高铁技术发展逐渐成熟,与日本高铁相比,我们各方面都更具有优势。 经过一番角逐,结果也不出所料,中国击败日本,成功竞标雅湾高铁项目。 中国花大力气帮印尼建好雅湾高铁,印尼却打算背心弃异,这是怎么一回事? 为了修建雅湾高铁,中国克服了许多困难。 印尼位于板块交界处,地质条件复杂,地震频发。 为此,我国拿出了最新的高铁技术,一路挖掘十几条隧道,完善高铁线路的电气化建设。 2023年3月31日,雅湾高铁全线铺轨完成。 经过商议后,雅湾高铁将于8月正式开通运营。 而印尼的国庆节也在8月,无疑是双喜临门。 作为高铁的建设方,中国自然也乐意看到,我们的技术走向海外。 然而,就在双方都沉浸在喜悦中时,一则消息却让中国措手不及。 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,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,在视察雅湾高铁项目之后,说了一番含糊不清的话。 他先是对中国高铁建造技术赞不绝口,表示我们值得信赖。 可随后,卢胡特画风一转,说印尼正在考虑是否将雅湾高铁延伸到四水。 到时,印尼可能继续与中国合作,修建新高铁路线,也可能改与其他国家合作。 但卢胡特认为,和中国合作的成本会较低。 一番话说下来,言下之意就是,不一定会修建雅湾高铁的延伸段。 就算修建延伸段,他们也要货比三家,不一定会再选择跟中国合作。 当初双方协商,未来将会长期合作,中国才在价格上给予印尼优惠,还给印尼带去最新的高铁技术。 印尼突然说,考虑让其他国家成建雅湾高铁延伸段,无疑是背信弃义。 印尼要货比三家雅湾高铁延伸段建设,不再把中国当成唯一选择。 他们到底为何要这样做呢? 按理说,一条铁路的延伸段,应该由原先成建的国家继续建设。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施工标准,如果雅湾高铁的延伸段,印尼让其他国家建设,整体高铁线路前后段标准不一,很可能出现铁路质量问题,甚至是行车事故。 根据印尼给出的说法,他们这么做,是有很多原因的。 首先,印尼不确定高铁是赚还是赔,不敢贸然和中国敲定延伸段方案。 维护高铁路线需要巨大的成本,印尼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,很多人都可能做不起高铁。 他们担心雅湾高铁开通后,不能回本。 其次,印尼表示无力承担高铁延伸段的建设费用。 印尼不满高铁建设成本过高,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前面说的卢胡特就曾抱怨雅湾高铁因为供期延后多花了12亿美元的成本,累计成本将近60亿美元。 事实上,这个工期延后和我们也没关系。 一个是当地治安不好,建设工地很多刚才被偷走,甚至有保安坚守自盗的。 另一个就是三年疫情这种不可抗力。 而雅湾高铁的延伸段,长约600公里是雅湾高铁的四倍有余,就粗略地按四倍成本去计算。 印尼确实无力承担。 事实上,他们就连建雅湾高铁都是跟我们合资的。 对于印尼选择货币三家这事,我们也不必着急。 他们要找别人建就找呗,到时候建不好,再回头找中国。 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。 得加钱。